这个视频,我来给你讲一个超好用的方法,圆系方程,它主要用来解决这种问题,告诉你圆心在某条纸线上,然后这个圆还经过两个圆的焦点,让你求圆方程,这个嘛,从理论上说,俩圆有两个焦点,你可以把这两个焦点求出来,然后再在这条纸线上确定圆心,解除圆方程,但是这个方法太麻烦了,这种问题再用圆系方程就能搞定了。 经过这两个圆焦点的圆系方程,就是第一个圆方程,加上λ倍的第二个圆方程,而λ就是个常数,随意变换它,就会得到不同的圆方程,但是当λ等于-1的时候,x方和y方就抵消了,那剩下的就是个直线方程,它就是过这俩焦点的直线了。 所以,要想它是圆,λ不能是-1,知道了什么是圆系方程,咱就用这个方法搞定这道题。 既然过两圆焦点的圆系方程是它,那整理成标准形式,就能看出来,圆心是-1加λ分之3,-1加λ分之3λ,题目又说圆心在这条直线上,也就是说它在x加2y加5等于0上,这样你只要把圆心带进去就好了,这就有一个关于λ的方程了,可以解出来λ是2。 嘿嘿,再把它带回圆系方程里,就是最终答案了,整理一下就是它。 怎么样,圆系方程是不是非常好用? 你记住,过两个圆焦点的圆系方程,就是一个圆方程加上λ被打另一个圆方程。 特别的λ等于-1的时候,你会得到两圆公共弦的直线方程。 类似的,圆和直线也有两个焦点,那过一个圆以及一条直线两个焦点的圆系方程也可以这么写出来,就是圆方程加上λ为的直线方程。 不管λ怎么变,它都是过这两个点的圆。 那么问题来了,它要让你求过这个圆以及这条直线焦点,而且面积最小的圆方程。 既然过它俩的焦点,那圆系方程就是圆方程加λ倍的x加y-1等于0。 题目要求圆的面积最小,那就是半径最小呗,画个示意图,要求过这两个焦点的最小的圆,那显然以它为直径画圆就成。 也就是说圆心在这条直线上,所以这个圆方程的圆心要在x加y-1等于0上,还是把它整理成标准方程。 看到圆心是负的二分之六加λ,负的二分之λ,它在x加y-1等于0上,那就把它带入直线方程。 λ就等于负四了,算出了λ,那带进去,圆方程就有了,再整理一下,这就是答案。 以上就是圆系方程,过两个圆焦点的圆系方程,就是一个圆方程加λ倍的另一个圆方程。 过圆和直线焦点的圆系方程,就是一个圆方程加λ倍的直线方程。 这时候,只要再随便给你一个条件,球出烂的,就能确定圆了。 好了,维师这就讲完了,团儿们速速刷题去吧。